为庆祝佛仇成道 佛光山月光寺多位的师姐 14号上午准备400份热腾腾的腊叭粥 来到花莲施工所和同仁及民众来结缘 施工所行政室主任代表接受 也致正感谢状感谢四方的用心 让民众和同仁可以吃到热腾腾的腊叭粥 月光禅寺如禅法师和师姐们 一早就带着准备细心熬煮的腊叭粥 来到花莲施工所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可以享用到充满法喜的腊叭粥 也希望大家吃了能够平安吉祥 健康快乐福会增长 现在又是一个欢喜的日子 因为我们每到了农历的10月8号 是佛陀成道日 那么为了纪念佛陀的成道呢 我们室里面都会煮腊叭粥 来祝祝这个欢喜的日子 那么今天把这个热热的粥 送过来给工所这边 给勃所同仁和所有的民众 能够一起享用 希望以这本周能够一方面 欢喜的庆祝佛陀的成道 二方面呢 希望这本周吃到的所有民众 都能够平安吉祥 行政室主任也非常感谢 月光寺的师父以及志工们 佛光山月光禅寺的师父和志工 平时就积极投入社会服务工作 关心与照顾林立 大巴州来做 来跟大家结缘 已经好几年了 每年都可以享受到 四方的爱心 我们非常感谢 那这个其实是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在寒冬来临过年之前 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善举 实在是非常的难得 也非常的有福报 每年都会在佛陀成道前 敖主喇叭州分送给各机关单位以及民众 希望借此将爱与关怀 传递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 佛光山月光禅寺 为纪念佛陀成道 连续多年敖主喇叭州 资政给各的单位 希望和大家能够分享法喜 共享福会好州 分享喇叭州不仅是和民众结缘 也期盼让社会大众能够了解 这个日子的意义 缅怀佛陀的教化 记者凌桀 华林寺采访报道